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今天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 今天来到这里 我就是想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大家看到 他对我的爱有多么廉价 我知道你心中对我可能全部都是恨 但是我还是想抓住最后这一次机会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陆先生 30岁来自河北电工 女嘉宾王宇是26岁来自河北会计 来 掌声有请 欢迎老魏 今天两位为什么而来呢 首先呢 我们两个结婚已经两年了 我呢 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然后双方父母呢 也一直在催这个事 但是我们夫妻人 夫妻两个人赏量就是 怎么跟他赏量也赏量不通 您想要孩子 您不想要 今天为要孩子来的 是这意思吧 其实也不是为要孩子来的 因为现在 他说是想要孩子 但是他现在 挣的也少 也不求上见 家务家务不做 然后最近还经常不回家 我们俩的婚姻 现在都继续不下去了 还谈什么要孩子呢 这俩人分歧还挺大的 咱慢慢说 你们谈了几年恋爱 结的婚啊 一年 结婚结的顺利吗 好吗 开心吗 挺顺利的 挺开心的 那就说情感还挺好的 是吧 那怎么到现在为止 过得这日子又过得 婚姻都继续不下去了呢 因为他不像结婚之前 说的那样了 结婚之前说的特别好 那时候我也顶着压力 家里也不太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 为啥不同意啊 条件不好 对 就是穷妹 是这意思吗 结婚的时候 就基本就是裸婚 没房没车没钻戒 就结婚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跟我说的特别好 而且他这个人特别善良 我也看中他这个人的人品 然后跟我说的也特别好 他说结婚以后 咱们还年轻 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什么都会有 我也信了 但是结婚以后 他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就好吃懒做 等等啊 您等于是裸婚 嫁给他的 对 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份爱情 是吗 那说明这爱很真挚 是吧 所以家里还是不同意的 对还是不对 你家里是不同意的 对 之前确实是不同意的 后来裸婚的时候 家里同意了吗 那我一直坚持嘛 就 反正家里迫于你的压力 也就同意了 可是婚后却变了 你发现他是个懒惰的人 是这意思吗 对 他不是婚前说的那样 他也不奋斗我 咋回事啊 媳妇骗到手了 并不是 其实我是中专学历毕业 我没有所谓的文凭学历 技术方面呢 也只是说一些屁毛 我是想办法 能给这个家创造更多条件 但是真的是就在这儿 能力就在这儿 学啊 他就总是找借口 就是我俩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度蜜月 因为也是条件不好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见这个 云南双飞五日游 三千多块钱一个人 我当时就觉得 也不算太贵 我们俩就一起去玩一趟吧 就当度蜜月了 但最后还是因为说 钱的问题吧 最后也没去 没去其实我就心里 就挺不痛快的 我就觉得 就是赚得少 就是挣得少 我就 我就会把这个问题 无限地放大 但确实也是这个根源 不是 当时你不 你选择他 也并不是因为 看中他的钱啊 不就爱这个人吗 他那个时候不就这样吗 但是他说的 努力在哪儿呢 越赚越多在哪儿呢 都没有啊 努力是他的一个态度 越赚越多是一个客观现实 咱们不把这两件事 混在一起 你努力了吗 兄弟 努力了 但是你现在承认 你不行是这意思吗 也 也行 也行 那你被挣去啊 就是我业余时间比较多 因为我们工作是 相对来说 就比较清闲的 业余时间多 我业余时间就是 会做一些小的兼职 或者说 包一些小的零工 所以你业余时间 还要兼职打工是吧 对 挺伤心啊 没有 你说说你都打什么工了呢 就是我去送过外卖 对 是去送了 我承认 多棒啊 那时候挺冷的 让他去了 我挺心疼他 又买的棉手套 又买的护膝 但是买完就不去了呀 为啥 就挣的那个钱 还不如我给他买的 这东西的钱 为啥呀 因为冷 然后也做过别的 然后也去那个工厂里边 包那个某工货 我那时候 拜天在上班 晚上去包货 那次是干了两个多月 也是挣到钱了 对 就那一次 就认识这么久 包括结婚两年 我承认就那一次 他挣到钱了 而且也努力了 付出辛苦了 那其他的呢 都没坚持下来 是这意思吗 对 没有坚持下来 我认为是这样 你说你不挣钱也就算了 我觉得他也没有 在这个家务上面帮我 因为你说你比较闲 你回家之后 你多做一些家务 我心里也高兴是吧 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下班之后 又得做饭 又得收拾家务 他就在那玩手机 看电视 待着也不做 这你就不对了 我其实也不是 一点也不做 就是会帮一点小忙 然后就是中的体力 或者一定是 不会让他干的 一定是我干的 不是 家里也没什么重体力 家里有啥重体力 现在是吧 你现在家里有什么重体力 咱们自己想想就知道嘛 他就是懒 然后我也给他想过办法 就是他可能想不到 怎么去赚钱 然后我朋友恰好 就是他一个转手 一个爆米花机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东西吧 补贴家用 一天卖一二百颗钱 应该是够用 而且没什么技术含量 然后我就是软磨硬泡的 低价收购过来了 我就总不让他去我们那个租房子的小区门口去卖爆米花 嗯 就去了一天 第二天就不去了 为啥 那咱们租房的那个院 那不全是我公友吗 那我年纪轻轻的 奔爆米花 而且以后再板上也太不起头了呀 好面子 就是各种的理由 就是不去赚钱 然后我也就挺生气 但是自这次之后 可能我也是总跟他唠叨吧 他就不经常回家了 就是总说自己加班 你不回家干嘛去了呀 其实也不是说不回家 谁不想回家呀 家暖暖和活的多好啊 哎呀 但是 但是 这会可怜的 但是一到家 就是这些鸡毛酸皮锁事就唠叨我 啊 太烦了 真的是太烦了 所以你在外面找到了温暖了 没有 那你干嘛呢在外头 就是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干嘛呢 他们单位有宿舍 在宿舍里打游戏是吗 他不告诉我 他就说是加班 那你到底干嘛 你今天把实话说 你在干嘛呀 就是在单位待着 宿舍里面 那你出去兼职去 接着送外卖也挺好的呀 这个兼职 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 都能接的 都是 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 而且我不是说 随时都能去做这个兼职 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何欣 你烦在哪了 是烦妻子的唠叨 还是烦什么 首先我俩的矛盾 我知道根源在哪 根源就是说 我真的 相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我没办法 一时间 就是牛转这个东西 所以说 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反我 就是都加一起 就比较 这不是一世之间的 就已经结婚两年了 不是两年 其实对于人生来说 还是比较短的 你太着急了吧也 是可能 我有一些心急 然后就这件事之后 他就不经常回家 然后有一次 我生病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下班早点回来 还是没回来 到十一点多才回来的 我就挺心灰意冷的 就是跟他大吵一架 特别生气 你干啥去了 那次是真加班 平常都是假的 妻子病的那次是真的 你看你生活多弄人呢 那有一次 我就去他们单位 我就去赌他了 我就不信 我觉得他是骗我的 他没有那么忙 我知道他的工作 其实挺闲的 那他跟我说总加班 那我就去看看吧 是不是真的加班 我就去了 到单位之后 他就是没在单位 那我就想他能去哪呢 然后我就一看 他可能去网吧了 因为附近就有个网吧 我一进去 果不其然 他就是玩游戏呢 当时我特别生气 我就把他随身 携带的电弓包 直接我就让垃圾桶了 我就觉得 这日子就也不用过了 还有啥意思啊 但是后来 他确实也跟我道歉了 一直跟我说软话 说以后啥都挺我的 那我就想 也不容易是吧 结了婚了 就好好过呗 我就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就原谅他了 然后正巧赶上 我们那商贸公司 招业务 我觉得是个挺好的 锻炼的机会 他也能学学做人 也能学学说 一些灵活处事啊 也能争得多一点 然后他也答应我了 回家我就跟他说了 他就答应我了 我特别高兴 但是两天之后面试 放我鸽子了 不去了 为啥啊 这个不去 我想了挺长时间的 因为我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我是做电工的 我只会 这个 这种技术方面的活 然后这个小时候 我是一窍不同 我怕我做不好 给你丢了这个脸 第二呢 因为咱俩平时在家 就是一直吵 如果咱俩在一个单位上班呢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一起 我会觉得更加的烦 哦 我问你为什么 可能你没理解 我并不问你 为什么没去 我更想知道是 为什么你不去 不跟妻子说明原因 不跟他商量 为啥 你不都答应他了吗 实际上 为什么你答应人家了 你不去 还不告知人家一生呢 怕他 不敢说 所以先硬撑下来 然后放鸽子 什么原因 这个我当时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的答应他了 你是特害怕他吗 他可能是太烦我了 但是他这样做更不对 还不像告诉我呢 是是是是 你是害怕他吗 对 你是害怕他 还是害怕失去他 都怕 不是烦啊 是怕失去你啊 很有地位啊 在这个家 所以他现在提出 这个生娃这件事 你觉得就是个 天方夜谭了吧 对啊 现在婚姻都很艰难 他真的是在我们同龄人 不说同龄人吧 就我认识的男的里面 是挣得最少的 后悔不 后悔 有点后悔 他认识的圈 跟我认识的圈 不太一样 我们值班室 是好几个人 挣得全部 就是我这么做 你怎么不跟他 好的比比呢 为啥就总是跟那个 这么少的比比 那你当初为什么 看上这么一个 穷小子了 他当初跟我说的 特别好 他说他会努力赚钱的 我们还年轻 我觉得跟说没关系 他是不是对你也挺好的 说实话 当初确实是 不对我好 我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 其实如果他还像 婚前那样一直 一如既往地 对你那么好着 其实这个收入 也不是特别关键的 一件事 但是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谈恋爱吧 可能就是两人 没在一起 打伙过日子 他这个钱 没有那么明显 你说花光了 月月光 也就无所谓 月光族 但结婚之后 特别多的事 不是光说 咱们出去吃顿饭呢 或者是怎么样 买件衣服这样 那很多 比如说人际关系 为人处事 或者家里面 有什么事 需要随理 各种事情 这个花销就不一样了 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叫看错人了 就是当时你在谈恋爱 或者想嫁给他的时候 只是因为这个人好 而婚后你发现 仅仅人好不够 还需要有能力 对 就是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是一个 没能力的好人 在你眼里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看来真的是没有能力 那可咋办呢 我让他努力啊 我怎么说怎么做 就是给他想尽办法 他都不努力赚钱 不是 可是我知道 在生活里面 有些人就是这样 每个人好像有自己的定位 就跟在球场上一样 有一些角色球员 就是他就负责抢篮板 他抢篮板抢得特别好 你让他打前锋 他就打不好 他不是全能的 有些人可能在生活里 就是这样 比如他可能自己就认定 你就是一个 本本分分的电工 是这意思吧 偶尔出去弄弄兼职 你还行 让你改其他的 你也改不了了 你是不是就自己 这么认为的 你告诉我 其实也好是改变 但是 但是没有 那不就我说这个吗 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 已经零风到这儿了 是吧 那你咋整啊 我希望他能不怕苦 不怕累 不怕丢面子 我的天哪 这个话感觉说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挣钱 你知道吗 就别那么多 外在因素影响他 就是努努力 奋斗一下 咱们试试 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呢 其实我把它置换一下 就是你表象听起来 是跟钱有关的 实际可能 女生希望 未来的生活呢 是一种更幸福的 高质量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是这样吧 对 男生就觉得 怎么着 你妻子制定的目标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所以现在困扰你的 是生娃是吧 想当爹了 想 人家不给你生是吧 嗯 咋办呀 这次发现忽悠不管用了 因为忽悠过一次 裸婚裸进家了嘛 这次还忽悠 还管用吗 不管用 好像两个人 对其实现在的生活 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了 有爱情在 进入到婚姻了 妻子觉得面包不够 丈夫觉得 可能是不够 但是我真的不会 做这个面包啊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泉 要玫瑰还是要面包 如果一个人爱你 他一定会 一手拿着面包 一手拿着玫瑰 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的不是 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 看到你的实际行动 你哪怕十年 二十年之内 都没办法满足 那个所谓的物质的心 但是我看到了 你为那个物质 而去奔的 努力的那个方向 和你的那个动力 还有你的那股劲儿 可是我在陆先生身上 没有看到这股劲儿 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能力 但不光是因为能力不足 可能还因为对于自己 没有那么多 太多的上进心的要求 当初娶她回家的时候 就是那么一说 可能那个时候 你也确实有那个信念 在心里面给自己 下了一个狠心 我要努力 我要赚钱 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但是转脸 娶进家门了 就忘了 我们真的应该 用这样的生活态度 去面对生活吗 我们真的应该满足于现状吗 对于女生 我想说的是 我们每一个女人 对于婚姻和爱情 抱有的幻想和憧憬 都是非常美好的 可是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寄托 都寄托在结婚这件事上 去改变一个人 不可能的 结婚前她是什么样 结婚后她一定还是什么样 甚至比结婚前还要差 这就是现实 所以当那些女生说 哎哟 结了婚就好了 结了婚她就能怎么怎么样 太傻了 你可能错就错在 对于婚姻抱有太高的幻想 对于她抱有太多的期望 所以现在失望才会大 同样的 你对未来人生的规划是什么 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人 能做到吗 如果不能做到 你非要赶着劲地 把她往前赶 那势必就造成今天的这样的局面了 把她逼出家门了 不愿意再回家了 但她做不到 你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我们不要轻飘飘地 把爱情至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 往往很多男人用这四个字 其实在躲避责任 如果你爱一个人 请你准备好玫瑰和面包 或者准备面包的决心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齐总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因素 就是希望 为什么这个女生要嫁给你 而明明你当时 钱挣的也不多 是因为你给她描绘了 一个触手可及的希望 所以她才会 以身相许 觉得你们在一起会幸福 那现在你不给这个希望 反而你又要增加一个负担 如果说你不去努力地 让她满足第一个希望 任何所有的东西都是负担 包括孩子 孩子是什么 孩子是希望的结晶 孩子是另外一个希望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妻子已经不相信你了 她倒不是认为说 你一定今天挣三千 明天就要挣六千 不是这样的 她是要看到你的意愿 你的能力可能是这样 她已经认了 因为当初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意愿 没有这个动力去实现 那个好的希望的话 别光说要孩子了 可能她都要和你分开了 你怕吃苦 还怕没面子 那面子重要还是理则重要 当你不想回家 的确不想听你老婆的刀了 但其实你是在逃避矛盾 你没有解决问题 你躺在宿舍里 或者在网吧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幻想 自己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 你看他们都活得不错 你也可以那么混着 是吧 但是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你曾经的承诺 你是要兑现的 兑现不了 对方就要离开你 孩子的问题放一放吧 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而老婆这边呢 其实你要给一个希望 事实上她努力能够到的 如果太过于遥远 她就完全不会动了 所以你要把你的目标明确一点 能挣多少 多一点是可以 不要一下做她不所能及的事 因为她的能力 其实你能了解就是那样 对不对 但是再加上努力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这种状况是不是你的希望 如果是 就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去改 如果说更高的希望达不到的话 那就跟她分开 我觉得你还像一个男人那样吧 别逃避问题 多跳出你那个圈子 去了解 多认识一下 你老婆认识那个圈子 你就知道自己差在哪了 面子真不是那么重要的 苦是可以吃的 因为丢面子 吃苦换来的 都是你们的幸福 好不好 达到这个希望之后 再说孩子的事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白老师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懂你妻子 你妻子她之所以对你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满 不是来源于她对你能力地失去信心 也不是来源于什么 她说你懒 说你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是她在意识到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特别能够让人蹦发出神奇的力量 还能够让一个柔弱的女人突然间能够举起巨石来去拯救压在石头底下她的孩子 那你到底是更爱你的温度 更爱你的感受更爱你的面子还是你更爱她 你愿意为她来去吃苦耐劳 然后去提升你们的生活品质 还是把你们的生活就保持在连三千块钱的蜜月旅行都拿不出钱来 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说虚不虚荣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就已经生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还能够我就挺好 可以吗 可以 特别可以 那她不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到底是爱护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还是更爱她 我觉得她是感受你没那么爱她 所以她当时能够不要那些世俗的东西来跟你进入婚姻的那样的一种决绝 那样的一种对你的信任被辜负了 所以她才不愿意或者不敢跟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说 我想去迪士尼玩 我想学钢琴 我想去溜冰 请问你说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看着太阳 然后坐着手指头 唱着歌都挺好 你好意思吗 所以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真的认为取决于她有没有多爱 我特别记得我在我13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六楼没有电梯 我们家煤气罐没有煤气了 我自己扛着煤气下楼换了煤气罐 我都想象不到我是怎么给她弄到楼上去的 但是我当时就想我弄了我妈回来就不会费力气 我爸回来就不用再去换煤气 他们就能够省心一些 他们就能省力气一些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小伙子和这个姑娘 我觉得孩子的事确实可以放一放 你们有那么相爱吗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附老师 哥们儿 有能力的都还在努力奋斗呢 你这没能力的你还挑挑拣拣啊 你说送外卖冷 但是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有多冷 你说你要面子 养不起老婆是最大的没面子 上次录影的时候 幸福来敲门当中来了一个 一条腿的外卖小哥 每天就跟铁拐李一样 组着一根拐杖 用一只脚蹦蹦跳跳去送外卖 他最快的速度是47秒上八楼 人家这都能做 你做不了 一个男人可以没太大能力 但你首先得有忍耐力 你可以暂时没有面子 但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自尊 你没有资格挑挑招招 除非你不结婚 你不拖累别人 你也没有资格说 你想现在要孩子 你先把自己养活嘛 你养活了自己 再去谈为别人负责任嘛 你明白不明白 而至于你 如果说你认为一个男人 能够亲心以赴 为这个家庭奉献 流汗 流泪 但就没那个能力 没关系 你多做做家务 我出去干活 挣先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 那你就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 这连我的生活底线都不够 趁现在没孩子赶紧离婚 这哥们能改的是一颗积极上上的心 但能力大概就止步于此了 不要做任何唤醒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部分男人 大概只有5%到10%的男人是能挣钱的 其他的男人多半是在频繁的岗位上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你说呢 决定下来就毫不犹豫 不要再拖延了 好 谢谢托老师 我们所有老师所说的这个话 并不是说我们要求一切向前看 或者说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就是因为他能不能挣钱 那我们在这儿指导的 其实谈到的是一份责任 这个责任来自于一个家庭 当然就是家庭每一个成员 需要为这个家付出的东西 在你这个家里面 你需要付出的 说白了就是爱 那这种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 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就是除了爱之外 我去挣钱是一种表达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由于能力不足 那我在家里面默默地为家庭的 琐事来付出 也是一种表达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们这儿没有说向前看 而我相信这位女士 你的妻子 也不是因为你不能挣钱 而发出这样的苦恼 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这个时代 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如果你想努力去奋进 你一定会挣到钱 因为有太多的机会 摆在你的面前 我从来不知道 送快递的小哥 能挣那么多的钱吗 其实你采访他们 就会发现钱不少挣 对吧 送外卖的也不少挣 那你能不能去努力呢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 我恰恰觉得 这是一个生活态度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还挺关心 他们在这个箱子里面 到底放的是什么 你这么一听 这个箱子里的物件 就变得特别关键 在看箱子里 记忆碎片的时候 我们先听听 他们发自内心的告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的毛病确实挺多的 但是我真的是想尽我所能 为这个家做出贡献 想让咱们家越来越好 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吧 咱们我是想跟你好好过 好吧 我既然跟你结婚了 我也希望咱们能过一辈子 但我希望你不要挑三拣四 你得真的是得努力 我相信不可能通过努力 就一成不变 但是现在的你有点让我不相信 那你就看我行动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男生是希望 女生再给一个机会 对吧 对 你这边的箱子里 是女生放的记忆的东西 对吧 女生那边的箱子 是男生放的爱的这个碎片 现在两位可以来打开这口箱子 看看彼此放的是什么 好吧 摆出了吧 好吗 好吗 摆出了吧 不是你怎么判了一桶罐头是吧 对 为什么是一桶罐头 因为它免疫力很差 就是平常很爱头疼脑热的不舒服 但是它每次一次这个讨罐头 就会好得很快 就会舒服很多 所以说每次 它头疼脑热的时候 我都会给它买这个 因为最近几次 就是比较吵得几练 所以说最近它这次不舒服 我们也给它买 这个是给它补偿的 这个暗云你听得懂吗 你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罐头 但是在它的心里可能是一段爱的这个密码 或者信息 是吧 你那是什么呀 巧克力 好奇怪 怎么还送巧克力呢 这个是 是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 我给它买的 这个巧克力早就已经过期了 就三四年了吧 但是这个是 期间为止 它送我的唯一一个礼物 然后我一直就不舍得吃 一直留到现在 亲爱的 你是我的唯一恋爱时候送的 女生一直没舍得吃 但是今天把它放到这口箱子里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好了你们拿着这个 你们爱的回忆 或者你们爱的碎片 回到门里去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两个 来请回 请关门 马上就一云重重了 特别是女生送给男生的这个礼物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可能两个意思都有可能 有一个呢就是 是你的我还给你 不要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 希望提醒这个男孩子不忘初心 当时你给我去取下的这个承诺的时候 你的那个坚定 做一个提醒 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把这个送的一盒巧克力 就一直留着 而不吃 内在贫穷的人 但凡有一点甜蜜的 有营养的东西 他都那么去保留着 不敢去享用 不敢轻易地去享用 所以这个爱情就像他们的生活一样 都不太富有 我不知道这个男生 通过今天的节目会做哪些改变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今天这个节目 女生就离开这个家庭 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希望他们能够 对这次人生的重启 做一个慎重的选择 我们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相遇 有的彼此 我们一起相遇 我不曾经见你 我不曾拥有你 谁要欺负你 我就站住保护你 就在一起 你送这盒巧克力到底啥意思啊 其实女生一般都很重仪式感的 但是她真的没送过我什么 我觉得她亏欠我很多 来 有请我们花筒 有请 把这个送给你们 男生需要好好地加油 最后一个友情提示 在现在这种情感状态下 千万别有了娃 娃可以放后 好吗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你们 谢谢 请回 谢谢 我希望她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其实在这段婚姻当中 女生已经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了 看看男生能不能跟得上 祝他们能够找到他们想要的生活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一起见过爱情最好的样子 但却把短短两年过成了七年之痒 如果你能一直想追我的时候那样用心 我们不会变成这样的 你知道我不善言辞 所以面对你一次次的冷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哄你 我真的感觉我们的恋爱谈得越来越尴尬 可能我们都厌倦了吧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朱先生21岁来自重庆学生 女嘉宾郑女士21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对吧 应该是 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 同班吗 不是 同专业吗 也不是 怎么那个什么的 我和她最开始相识 是在食堂熏熏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觉得她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就上去要她微信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天 相互了解 然后就在一起 别说的那么相互了解 不就在食堂看见一漂亮女同学吗 是不是 好 现在怎么了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吗 两年 我们从刚开始非常甜蜜 然后一直到现在 变得特别的平淡 就像白开水一样 所以你们想加点佐料 是这意思吧 我们俩刚开始也经历过 特别美好的时候 现在感觉两个人 就算待在一起 也没有共同的话题 也不知道聊什么 而且没有新鲜感 一起去做什么事情了感觉 所以来这儿要干嘛 寻找新鲜感 而且我们俩现在就是感觉 虽然待在一起 但是感觉就很尴尬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们想找一个就是 正常的相处的状态吧 哦 先说说你们在一起聊什么事 会尴尬 为什么会这样 我感觉我就是越来越 没有安全感 你咋会没安全感呢 就是她在我们学校 还是挺受欢迎的那种 然后总会有女孩要微信 我在她身边的时候还好 我不在的时候 就是每次发打手机 就会有新的女孩的微信 弹出来 女孩子来找我要微信 然后我是觉得出于礼貌 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然后我就给了她 但是我给了那微信之后 我也没有找那些女孩子聊天 我也说了我是有女朋友的 我觉得最过分的就是 有一次一个女孩在微信上 就喝了酒跟她表白 都能跟你表白 我觉得这女孩 就不知道我的存在 所以我感觉我们俩就跟 那种隐藏的情侣一样 那个女孩子跟我表白这个事 是那个女孩子喝多了 而且我觉得酒后 说一些胡言乱语嘛 那酒后吐真言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我是告诉那个女生 我是有对象的 我也很委婉地告诉她 因为我觉得人家跟我表白 我也不好意思 特别狠心地去伤害人家 我也很委婉地说 我有女朋友 然后我说以后 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你不太愿意 去拒绝异性 心很软 抹不开面子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是异性缘又特别好 对 说白了就是他挺招人的 是这意思吧 招来人之后他还不拒绝 对 不主动不拒绝嘛 就这意思是吧 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门口的时候 就遇见他三个师妹 他们系的 然后说那个自行车钥匙丢了 解不开锁 他就特别兵兵有礼的过去 问人家有什么事情 然后知道什么事情之后 转身就去工具店里借东西 帮他们敲开那个锁 然后全程我都在你身边 也没有说向他们介绍一下我 也没有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学问一下我的意见 我就跟个空气一样站在那 我是觉得三个师妹在那站着 大冬天的 然后叫我师哥 我也不好意思就直接转身就走掉 然后我就上去问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自行车被锁住了 钥匙丢了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就去找一个锤子 把那个锁砸开了 然后我就跟你走了呀 我也没有跟那三个师妹 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和接触 咱们俩刚在一起 我上完课的时候 我钥匙也丢的那一次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发微信你不回 然后你告诉我 你打游戏没听见 当时我一个人那么冷的天 我一个小姑娘 站那儿解锁的时候 当时遇见那个场景 你就没有想到 就是去年我遇见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怎么办吗 你错了 你也应该在校园找一师哥 师哥 我钥匙丢了 这就对了 你找他 解释一下吧 兄弟 我那天是在玩游戏 然后手机就放在床上 我也没听见那个手机震 后来玩完游戏之后 我看 他就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然后我就慌了 我就赶紧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跟我说 不用了 没事了 听明白了 所以其实对于女生来说 并不是平淡了 而是说信任和安全感 双重的危机来了 有点害怕了 是吧 除了这个之外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还有我感觉 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比如说呢 就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 我是冬天的生日 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从来不吃抹茶 然后去年冬天 我生日 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订了一个蛋糕 一束花 特别巧 他订的就是抹茶蛋糕 这个还不是最惊喜的 最惊喜的就是 那个蛋糕上面的名字 写的是他前女友的名字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那天确实是有事 然后我就叫我朋友 去帮我拿蛋糕 然后我没想到 他话舌天足 在那上面写了 我前女友的名字 这个恰恰挺有意思的 看来你朋友并不知道 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 是他 对不对 对 而且你朋友还认为 你继续跟你前女友好着 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嘛 那你拿到那个蛋糕 你还没走啊 姑娘 我没吃 就是那次生日 我就感觉挺不愉快的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我一年就一次生日 然后你帮我拿个蛋糕的时间 都没有 你觉得这就是 你越来越在乎我嘛 这个事我知道是我做得不对 是我做得不够好 但是你也不能就因为这个事 一直不理我 然后甚至还把朋友圈删了 我觉得男朋友惹女朋友生气了 是该哄女朋友 但是你也太冷淡了吧 就一直哄你 一直哄你 怎么哄都哄不好 然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你还把朋友圈删了 我删朋友圈是因为 就是你做那样的事情 我肯定生气 然后我就刷刷小兴子嘛 我就删了朋友圈 我删了朋友圈 转脸 你把朋友圈也删了 你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哄我的方式吗 你删了朋友圈 只有隔了一周 我才删了朋友圈 而且不光是这个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信任我 特别喜欢翻我手机 可是我手机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翻 然后你每次都翻 翻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看见 然后看见我和哪个朋友聊天 然后你就觉得 这个东西有问题 然后你就开始跟我吵架 然后就开始冷战 我就觉得你根本不信任我 而且经常大晚上爬起来看我手机 还有说什么手机欠费了 要拿我手机打个电话 跑到厕所去翻我手机 我觉得你要是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我也不会去翻你手机 而且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那个手机指纹密码 是让我设的 手机平保是我 聊天背景是我 到现在就什么都换了 然后手机密码我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是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 那会儿为啥不要私人空间呢 就是因为他老是看我手机 然后我和我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觉得我俩有问题 然后就开始吵架 然后开始冷战 而且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事 然后到后来我就 不想把手机给他 暴露在他的面前 免得很多事情发生 然后又来吵架 然后我就觉得很头疼 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手机 好累啊 我觉得不是没有新鲜感 你们这挺新鲜的玩的 对吧 除了这个信任之外 觉得这个男生和你之间的情感 还有什么问题吗 姑娘 我感觉相处的这两年 发现了他身上 以前就是我没有发现的缺点 比如就是他特别精致 我感觉比我一个女孩子还要精致 衣服就是买一件穿两天 不穿了又要买新的 经常敷面膜不说吧 还要抢我的面膜不 关键是还时不时给自己买燕窝 你是什么意思 那个燕窝是因为上次去国外旅游 然后人家带我们进了那个店 然后说对身体有好处 然后就买了一些 行 我明白了 女生是不是觉得凡此种种 这个男生对你好不是那么上心呢 对 我觉得相比之后之下 他更爱他自己一点那种 我明白了 女生说基于此 我觉得我们生活平淡了 所以聊天会很尴尬 你有啥要素的吗 他有拖延症 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习惯 他拖延症拖延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有一次 我俩一块去坐高铁 然后我在楼下等了他一个半小时 他才下来 下来之后呢 我就说赶紧赶紧赶紧 不然一会就迟了 然后他也很不耐烦 到了高铁站 运气好 赶上高铁 然后他还反过来说我 说我怎么这么啰嗦 问题是我觉得 咱赶高铁不可能 每次都靠运气来赶吧 那也有没有赶上的机会 就有一次我俩坐飞机 就我们俩已经在路上了 走到一半 他说他东西忘球店 然后又跑回去拿 然后飞机就延误了 延误之后我就没有回学校 然后我的篮球比赛也被耽误了 害得我们篮球比赛也输了 你篮球比赛输了 你不能怨我呀 你们篮球队就因为你一个人不去 然后整场就输掉了 我觉得这是团体能力不行啊 况且你说你要是主要队员就算了 你还是个替补你着什么急 篮球比赛这个东西吧 它是个团队协作的 不是说五个人打 那总有人体力不支 需要替补来换上去 对对对有一种说法 一个队能不能赢球 主要看板凳的深度 我就说篮球这个东西吧 那我就说你平时出门吧 他有个习惯 就化妆的时候他喜欢看剧 看剧看到精彩的部分 他就停下来化妆 他就看剧 然后看个20分钟 看个半个小时 然后他再想起来 我还在化妆 然后再转过来继续化妆 他化妆还有他拖延 我已经摸出了一个体系 他一般给我说什么 我现在开始收拾了 那估计还躺在床上玩手机 然后跟我说什么 我已经在路上了 那可能刚出门吧 车还没坐上呢 他跟我说两三分钟 别催了 别催了 我马上就到了 那估计刚上车 所以你们在两年多的 行政与反行政的工作中 大家都总结出了一套 对付对方的经验 是吧 还想谈这恋爱吗 想是想 想是想 这句话太有深意了 你就说但是吧 就是我每次和他吵架 问题就出在这儿 每次跟他吵架 他不会跟我交流 他就自己去想 然后我就一直哄他 一直找他 一直用热脸贴冷屁股 然后他从来都不 给予我任何的表态 从来没有正面跟我交流过 然后到后来 我自己就皮了 我就不想再找他了 然后他就觉得 哦 我不在乎他了 我就不在意他了 我对他不相信了 那你在意他吗 我在意啊 那你在乎他吗 在乎 那他为什么过生日 你把 这不就是 就是那歌词唱的吗 连名字都叫错吗 你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事 真不是我去弄的 今天两位来 希望怎么样呢 我就是希望 谈一场 特别简单 然后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猜忌 就好多杂事那种 特别简单的恋爱 就是两个人 都想着对方 我希望 不说找到以前的感觉吧 就是我希望 我们两个能转变一下 现在的相处模式 可以让对方 更轻松一些 听明白了 你来是为什么呀 我来就是 觉得 他已经成为我 生活里的一部分 一种习惯 我觉得 割舍不掉 但是 我觉得我们俩 又有很多的矛盾 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啊 对 你就说鸡肋 不就得了吗 就这意思吗 那只能绕绕绕绕绕 行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去 丘比特文件 刚才那个师妹 喊师哥 帮我修一下这个 车 这话怎么这么压力 没说修车 不是修车 就师妹喊师哥 说师哥 她就去了 对 就师妹一喊师哥 然后你蹭就过去了 就把女朋友 扔在边上了 你知道我曾经 真碰上过 就是我自己 这样的事啊 我搬一个电脑 一体机 然后碰到我们邻居 还都相识 邻居一个男生 和他的女朋友 两个人一起下楼 我要把这个一体机 搬到汽车上去 但是往上抬的时候 太沉了 我抬不上去 然后这个男生 就看到我了 因为都认识 他想要来帮我 但他做了一件事 他先回头跟他 女朋友说 哎 媳妇 你看他搬不上去 咱俩要不是一起 过去帮忙他吧 要不然那电脑 就摔地上了 他媳妇说 哎 好啊 俩人就过来 一起帮我 这就证明 这个男生非常清楚 现在身边 跟我站在一起的是谁 对面那个女人 是异性 我有自己的边界感 我有自己清晰的意识 我怎么做 会让我心爱的人 心里舒服 我怎么做 不会伤他的心 不会冷落到他 所以 当你真的把它 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 你做凡事 都会考虑周全 记住了吗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许总 当你们觉得 双方这个生活 已经从了 无话不谈到 无话可谈 甚至有一些 危险出现的时候 你们自己问 自己一个问题 女生 你觉得要是离开的话 你是轻松啊 还是很痛啊 我觉得可能会 难过一段时间 那男生呢 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 可能刚分开 我会觉得很轻松 但是我觉得 我肯定会后悔 不一定 我觉得你说 刚分开轻松 很符合我对你的判断 所以 我们一起做一个 或者说你们一起 做这个实验吧 来考验你们 现在的感情 到底是真是假 是浓是厚 分开 你过一段时间 你看看 是不是很轻松了 如果很轻松了 释然了 那你的选择是对的 你分开 你去轻松 去享受你一些师妹啊 然后那些 陌生女孩 对你那种倾诉 让你的精致 发挥到极致 并受到认可 你看看之后 是什么感觉 如果之后 你觉得痛苦了 好啊 那会儿再去想 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解决它 解决了 去追它 也许能追到 也许不能追到 但是至少 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觉得你们 适合分开 因为当时在一起 也是蛮冲动的 你觉得它好看 它觉得好像 很简单直接 但实际呢 现在呢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甚至于还出现 原则性的问题 就一件事 我怎么想 我觉得它也是 解释不通的 一个可以去帮我 随时打电话 我没时间去帮我 娶给我女朋友 生日蛋糕的朋友 尽到一定程度了吧 居然 不知道你的女朋友 已经换人了 居然已经换了两年了 女朋友看到了 对方前女友的 这个姓名的时候 居然不以此警醒吗 你觉得这里 反映出来多少问题 甚至于一开始 就没有全心全意地对你 很多细节 可以表现出来 它其实一旦有诱惑 或者说有信 它的事情出来 它会置你于不顾 来没出什么大事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 先分开冷静 过后到底谁痛苦 谁轻松 自然就说明真相了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白老师 你能看到一个人 他内在有多美 其实是因为 你内在有多美 你看到的只是 外表的东西 说明你也就是一个 外表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 一种状态下 我觉得就没有 看出来太多 你爱他 你在意他 你尊重他 就没有 我真的其实 想跟女孩说 一个女人 是不是能 够过得幸福 真的跟她长得 是不是足够漂亮 好像没有太 必然的联系 因为不是所有的 漂亮的女人 都能够获得幸福 她又得美 又得有自尊 一个男人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居然能够去犯 一个那样的错误 好 无心之举 然后他又会在你面前 去有那么多 疑似暧昧 或者是暧昧 或者是不顾你 感受的事情 好吧 年轻不成熟 在今天一个公众媒体的平台上 他直接赤裸裸地表达 你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鸡肋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觉得很羞辱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四的 你都能够接受 他对于你的这种不尊重 说明你自己对自己并不尊重 所以既然没有那么爱 那就爱自己吧 把自个儿爱好了 可能才能找到生命中的真爱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我的世界观里面 一直叫接受现实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 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 一部分典型 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谈恋爱的 微信嘛 加上就有可能变成恋爱 删了一段情感 就有可能结束 其实愿意来就是一种重拾 我不管目的是什么 至少在我看来是 希望变好 重拾一些美好的东西 因为对美的追求 大家不会变 男生 如果不爱 说出来 女生我觉得白老师那段话 就所有的女孩子 一定要注意这段话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自尊太重要了 就你爱死这个人了 但是你发现 你没有自尊的时候 赶紧就跑 因为再爱下去 你自己都没了 挺可悲的 剩下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承认最开始 可能是因为你的外表 但是我接触了你人之后 我是觉得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才会喜欢你 我来这个舞台 我不是说想要跟你分手 或者是想要摆脱你 我只希望我们摆脱 现在这样的困境 这样的困扰 其实我觉得 我对你最大的 接受不了的地方 就是你跟我吵架 你又喜欢冷战 我只希望你不要 用冷战的方式 来跟我解决吵架 我只希望 每次遇见问题的时候 我们俩好好谈 好好交流 好好解决问题 谢谢啊 男生到最后 这段话还是挺真挚的 女生还没有时间反馈 但是我们看到她的表情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我们来看看这段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谢谢两位请回吧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 我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